有時候是真的心理影響生理 舉例來講 我就常常在講那個拖嬰症候群 就是很多小孩子 他很小送到拖嬰中心 或是比較小的 幼幼幼幼班 就是很小的那種團體裡面 然後從上課開始 第一天就可以感冒感冒感冒 反而覆覆好久 那那個時候我們當然可以 從病毒學的角度來講 因為很多病毒 不斷的大家交換禮物 小朋友抵抗禮 交換禮物 所以大概是一個病毒來 兩個病毒來 這樣交替的一直感冒 這個是合理的 可是有時候我也碰到 有那個媽媽 他自己也帶著親朋好友的小孩 人數也不少 也是大概五個六個 也是一個小班 也是 對 可是為什麼他的小孩 都不會生病 我有時候是覺得 其實那跟他的安全感有關 他年紀很小 然後被丟到這種團體的生活 一丟就是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他其實心裡面很焦慮 那個情緒會讓你的 整個免疫系統會下降 所以如果今天要講說 除了剛剛飲食 運動 陽光之外 我覺得孩子的情緒 是我們孩子 我們大人要很重視的 一個更加免疫力的關係 所以如果過度的關心 這個女兒 會不會造成她的情緒 壓力很大對不對 我會中庸之道 對 不會調整的 可是我覺得呢 有時候有一些家長 他就是太在意小孩子 所謂的免疫力 他也會造成另外一種問題 比如說呢 像剛剛那個黃醫師有提到說 過敏的疾病要獲得控制 你才不會影響到他的免疫 那現在家長有一種觀念很奇怪 覺得這東西很好 就要給他拼命吃 所以比如說像剛才的養奶 或者是有些人覺得 奇異果超好的 什麼維他命C什麼什麼 就拼命吃 然後想說全麥麵包 這麼好的東西拼命吃 後來發現說奇怪了 為什麼那個小孩子呢 好像沒有比別人健康 而且好像一天到晚再生病 結果後來醫生就說 他曾經遇到至少兩個家長 一個是每天都給他小孩吃奇異果的 一個是每天都給他小孩吃全麥麵包 結果發現他的皮膚炎 或者他的什麼 完全都一直控制不下來 結果一檢查 他根本就對那些東西是過敏的 對全麥是 台灣雖然膚質過敏沒有那麼多 但他很不信他就是其中的 那也給他吃全麥麵包的 另外一個他明明就在奇異果過敏 就說好健康維他命C 所以他都不會好 那養奶也是 之前有個小孩子天天喝養奶 每天都在那邊落賽 原因就是他對養奶過敏 所以健康的東西不一定適合你的孩子 當他長期的大量吃某種東西 有時候反而是不好的 那第二款是有時候 你沒有觀察到他其實是在偏食 但他不是挑東西 之前有個醫生說 他遇到一個女生很可愛 那小女生來的時候 明顯就比其他的小朋友 同齡小朋友都矮小 然後媽媽就說 他一天到晚都在生病 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因為生病的時候就胃口不好 所以東西都煮軟軟 他都很認真 後來發現那小朋友是這樣 他本來愛吃糖 所以牙齒很爛 牙齒爛之後呢 他吃軟不吃硬 他所有的食物 他都喜歡挑軟的東西吃 可是當你吃軟不吃硬的時候 烹調會影響的營養 比如說我新鮮的水果比較硬 可能他不喜歡 煮軟軟的東西他就會吃很多 所以他水果裡面幾乎只吃香蕉 所以變成說他其實 媽媽無形中不知道說 這小孩其實是因為牙齒的問題 在影響他的飲食習慣 所以他營養是偏肺的 所以他不只長不好 就一天到晚生病 所以你不要想說 好像都在吃 你要看到他是不是有特別在尋 某些東西在吃 我一定要呼應一下 蘇星講的非常正確 其實每一種東西都很棒 像剛剛講奇異果 我講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我自己其實從小 大家知道我什麼氣喘過敏 但是我吃奇異果沒有事 所以我常常也勸爸媽媽 不要整天相信什麼 長毛水果不能吃 我吃了一輩子也沒事 但是事情就發生在最近的轉折 我一天吃四顆 一天就這樣吃 連續吃了大概一段時間 就像蘇星講我免疫系統 本來接納這個食物是好食物的 量超過了 他就開始排斥 我就開始對奇異果過敏 我自己還一開始不知道 我想說我現在好丟臉 每天治療人家氣喘 我自己氣喘也開始發作 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冷氣也擦了 房門套也擦了 全家都擦了 後來我自己才想不對 我最近每天都吃四顆奇異果 我一戒掉 我那個咳嗽就停了 然後很慘的是 因為我的整個免疫系統 已經開始排斥這個食物了 所以我現在變成只能吃半顆不到 忍吃一點點 再吃多我就開始發 我們不會過敏 有多的 對 就送到你們家去了 所以我想想 這是痛苦的意思 讓大家知道 再好的東西 你過量了 身體就會排斥它 所以我們就是適量就好 所以還是要適量要均衡嗎 所以有沒有更多其他的 可以選擇 對孩子好的一些食物呢 其實因為現在小朋友很慘 就是壓力大 然後又要念書 睡眠又不夠 睡眠又不夠 那事實上在營養上面 除了我剛剛提出的這四點之外 其實我還建議就是說 真的要少精緻的澱粉類的東西 因為現在小朋友很多下午茶點心 你會發現媽媽給他的 都是所謂什麼蛋糕啦 麵包啦 學校也給啊 對啊 就是方便都買得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確實是 真的讓免疫力下降的壞食物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提供一個 就是小朋友如果晚上要念書的話 比較大的小朋友 那他其實可以補充一些 鈣跟鎂膏的食材 在晚餐的時候就可以開始給他了 比如說在晚上的時候 你可以給他一些 像小朋友念書不是都 媽媽都給他牛奶嗎 他裡面其實有色胺酸 他可以讓他穩定之外 可以幫助他頭腦也比較活化 然後另外呢 像蓋裡面 像小魚乾啊 芥蘭菜啊 豆乾 其實你可以放在晚上 晚餐的時候給他 那美的食物呢 其實對小朋友的一個 就是代謝來講也很好 然後還有就提高免疫力也不錯 美的食物在堅果裡面呢 葵瓜子很多 杏仁果也很多 還有在豆類裡面 那個黑豆也蠻高的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媽媽可以準備這些東西 那晚上如果說 現在小朋友如果熬夜 然後又睡不好 剛剛其實瑞君有講到嘛 睡眠是很重要 可是他沒辦法 他就是要補習要念書 那晚上準備的那個點心裡面啊 倒是有兩種方式可以準備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處於青春期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好的澱粉 比如說像小的地瓜啦 或是一些比較全麥吐司 加上一些一把堅果 然後再來就是 我建議媽媽 如果晚上真的要給他吃蛋白質 你可以用一個荷包蛋或是水煮蛋 這個都是最快又最安全 然後又是吸收率最高的 那對於一些小學的 那個兒童的話 其實建議就是可以給 一把小堅果 然後再來就是 GI值比較低的水果 不會讓他說吃完水果之後 馬上想要睡覺 就功課寫不下去 比如說像水梨啦 巴勒啦 還有小番茄 這些都是GI值比較低的水果 讓他血糖也比較穩定 然後之後呢 開始慢慢進入 唸完書之後 也比較好入水 好 所以除了這個角度以外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避免被感染 好 我們來看 就是要防堵外來的細菌及病毒 但是該怎麼做呢 要來看好大家了 恰例哪一個行為 會讓增加病毒入侵的風險呢 一 口罩戴凡 二 凡過來戴 洗完手沒有擦乾 甩一甩 好 還有第三 沒有洗澡就睡覺 以及第四 跟生病的同學在一起玩 好 是 只能選一個喔 可以複選 可以複選啦 我怎麼覺得每一個都很像 對 都有啊 對 很貪心 上街市 這全部選的人比較多一點 但是瑞群一樣三跟四 但Vicky只有四 沒有 也是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四 是比較直接性的東西 那當然 那我覺得口罩戴 管他戴正戴反 最少還有一個防護 是嗎 然後王醫師都說 沒有戴到鼻子 就已經不行了 口罩戴正戴反 真的有那麼大的差別 沒有沒有 我覺得那是位子的問題 你不能就是 只弄你的鼻子 你鼻子還是可以吸到 但是你如果戴反 但是你鼻子還是有遮住 但至少就是 有一段距離的話 還是可以 防 感覺有塊布就對了 像我們家 就一定 我的櫃子裡面 就是真的 都是整合整合的口罩 沒錯 口罩超多的 對 但是瑞群除了四 你多一個三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爸爸 他有潔癖 所以我們家小孩 就是只要從外面回家 不只是洗手 他就直接 也是要換衣服嗎 怎麼換衣服 我們家一進門就是說 什麼時候不准動 什麼東西都不准碰 直接進廁所洗澡 對 回家就先洗澡 回家就是洗澡 我遇過滿多人是這樣 對 因為這樣子 我就比較不用 一直去消毒那些玩具什麼的 他回來不要隨便亂碰 他碰完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再去幹嘛 那如果他洗完了之後 又家裡比如說玩啊 玩完又滿頭大汗 再進去洗啊 再洗 我老公有點點潔癖 他也覺得就是流汗會有細菌 所以 那我們家小的那個 在家裡流汗也會有嗎 他也會流汗 然後他就是睡覺前 如果他有流汗的話 又再抓進去再洗這樣 所以你老公這種潔癖 可能帶出去 小孩也不能摸腹靶 就盡量不要啦 什麼都不能摸 對 腹靶啊 或者是那種就是 電腹體的靶手啊 那個最好是不要 也不要 那怎麼按咧 我們按啊 我們大人免疫力比較好啊 對啊 OK 來 欣妍 口罩代反 我記得之前有個新聞也有說 兩面是功效是不同的 可是胃盒不同我也忘了 反正只要記得要戴症就好了 然後 戴對它就是阻擋細菌 代反就是叫細菌進來 是這樣嗎 有可能喔 這樣吸的時候就有可能喔 這什麼 他自己探 應該是密閉的 他也太厲害了 他也吸成劑的功效 然後洗完手沒有擦乾 因為我看了一個新聞你知道嗎 我現在出門的時候 我都自己帶洗手乳 紙 肥皂紙 因為那個新聞剛好是講到說 外面的洗手乳很髒 比沒洗還要髒 真的假的 rab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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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可以 營在擴散工序